大餐廳 集中午餐廳 这是TILAMOKE第二弹 起司工厂 第二弹 好啦 我们现在来的是 TILAMOKE的非常有名的起司工厂 现在人路易不停的进去 对 然后要顺便进去里面的觅食 走吧 右邊是販賣部 這邊是他們的歷史牆 現在牛先生要來講歷史 所以他是在1851年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搬到這附近來 然後就開始畜牧 他們為了要送一些乳製品去波特蘭 然後他們發現其實走陸路的話比較慢 就馬車 尤其是我們這邊離波特蘭中間有很多山 所以他要翻過山的話會很慢 所以可能乳製品就壞掉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要用船 所以這是當時的船叫Morning Star 他們就是繞過Astoria 然後進去哥倫比亞克 然後到波特蘭去 然後到1909年的時候呢 當地的那些有牛的農家 集合起來加速10塊錢 然後成立了Tilamook Country Creamery Association 就是現在的Tilamook Cheese Factory的前身 所以這個真的是Pharma Home的Business 就是當時是所有的農家 集合起來 這是當時的那個股票的富裕 然後在1921年的時候 第一次弄專利Tilamook Cheese 正式變成這邊是獨有的商標 這個是那個Stamper 就是他在那裡放 所以他如果有商標印的照片 可以在幾塊看 他會印在那個起司的邊緣 然後他在1947年的時候 才開始了這個ice cream 可是我猜可能是那時候 才開始大量使用電器設備 還有冷凍櫃之類的東西 他在1949年的時候 蓋了第一代的工廠 1958年的時候 他們的吉祥物出現了 就是Tilamook Tilamook 然後呢1966年 他改成現在的商標 然後最酷的是 每個高中的自己的球隊 他們因為有幫助當地的高中 他們這邊就把當地高中的 足球隊改成Teethmaker 美國很喜歡 把他們的球隊改成 跟當地的務員的名字 其實名字很蠢 他們還在西蘭區 然後他在2011年 蓋了新代的工廠 2013年的時候 他們自己研發把牛份 換成生殖能油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我猜應該是用夾碗 很好吃的雪糕 這樣看到這樣你就覺得好吃嗎 感覺跟我說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還有乳清蛋白的製品 喔他2018年的時候 蓋了這個新的 對 蓋了12年 這個是什麼 那個Make & Cheese 結果是大份的 難怪想說這麼貴 他本來只要3塊錢 變12塊 然後還有一個番茄湯 薯條跟豬肉的 而且好好吃喔 對啊 我這個搞不好很臭啊 你們兩個穿著吃嗎 就賣他們各種紀念品啊 乳清品啊 這應該十分熱銷啊 是冰冰欸 對啊 有個洞可以戳 這到底在幹嘛 這裡是 製成的部分 每一個步驟都有介紹 第一個是什麼啊 他24小時內就會把 那個牛奶做成Ice Cream 或是起司 每10磅做成一磅 然後要開始有油水分泌 就是 這裡會有 乳清跟上面的 褲子 喔 但是他的標誌牌 就是還有8個槽 每個槽有 不同的製成 實際上下面也是整個槽 然後這邊是 把乳清禮禁掉 所以他們是後來才開始 把那些乳清 那些乳清蛋白 那以前都是丟掉的 對啊 所以很好笑 你如果吃奶油的話 那當然不客氣都知道 以後你都沒有吃到 五清蛋白含量 就是蛋白含量最高的部分 這裡是加鹽 可是他剛剛不是 第一步就加過了嗎 對 他說鹽他們唯一 在製成邊加的 這鹽可以幫忙 排出更多的乳清 讓它更濃縮就對了 讓它那個水分都排出來 它就不容易壞掉了 脫水的效果啊 前面是加鹽巴 然後後面是攪拌 脫水是做成 一大塊 它是先在那邊裝 塑料袋 然後再弄出 擠出一整塊 然後最後他要把它密封 其實那個那個 鋼鐵的柱子 它其實裡面 全部都是客 那邊弄好 然後加鹽加好 然後到這邊 然後下來 然後再把它切成一塊 那個已經是裝好的 然後還在那裡撿上來 然後 要去穿褲 喔 這個總是要儲存 很久 這應該是最後瀑布了 這應該是最後瀑布了 這裡是試吃的地方 所以是試吃 我沒有要吃 我不想吃了 那這個工廠的參訪就到此為止 好啦我們今天的提拉伯斯旅 本來我們有安排另外一個 走一個小步道去看燈塔的行程 但是因為今天天氣太不穩定了 然後放棄那個行程 這個 Cheese Factory 還蠻多人來咯 現在還有遠遠不遠的人要走進來 大家都來吃冰淇淋 最有名的冰淇淋 所以如果夏天來應該會很驚人 好啦希望下次我們可以來吃 那我再試試給 六分 因為我沒有吃到冰淇淋 但是呢你剛剛看那個工廠自成看得很開心啊 對啊我覺得蠻有趣的 沒想到他用了任何機器 好啦 掰掰 下次見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喔 看一下你的 掰掰